云端部分的话,我用的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Google的东西 所以前面讲过了,包含就是Google的地图 然后Google的这个什么呢 像Play商店这个就是去下载那个App,我想应该不用太多讲 然后Google的Gmail应该大家都有了 云端硬碟,甚至呢 我会把我所有的形势力放在那个Google的这个日历里面 然后呢,只要有任何行程 我只要一看,我就知道哪一天我有上课,去哪边上课 所有的行程我都会规划在上面 甚至它的Google地图也可以跟别人分享 比如说你想要让你的家人知道说 你最近的行踪在哪里 那当然你就可以把这个Google的日历 跟你的亲朋,看哪一个啦 你的家人 你爸妈 可以分享说我最近的 他就不会每次问说 你到底你 礼拜一在哪里,礼拜二在哪里 时间在OK,大概是这样 另外的话还有Google翻译啦 这个翻译我想应该大家也不陌生 因为这个Google翻译 实在是越做越方便 他这个例除了说呢 一般的翻译之外 现在甚至手机上面有 一个Google翻译 也可以做到同步翻译 也就是你比如说讲一句话 他马上帮你翻译 甚至现在可以什么 直接你讲完 他同步帮你翻译 有点像是那个 这个这个 同步可以帮你做 所以你如果在国外的话 其实手机上面如果有这个Google翻译软体的话 也其实还蛮方便的 OK 我印象中这个翻译的结果其实还蛮精确的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Google翻译 我觉得还蛮 蛮好用的就是他可以 透过拍照 比如说像你在国外 那个墙壁上面 比如说贴一个 看板 或者公告 公告上面的那个文字 比如说你到日本 写个公告的文字 你看不懂日文的话 那其实他这个Google翻译呢 还可以透过拍照 然后你把那个那些字 用选的 mark 起来 他会帮你把那个上面公告 的那些字 马上翻译给你看 我觉得其实还蛮 蛮方便 蛮精确的 所以相关功能 请各位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再多多了解一下 那Google翻译 那同样的这些东 这些功能 其实除了说在 我们的网页版本上面有之外 其实在手机上面也都有同样的版本 OK 所以这个也许 其他的底下 你看还有这一大堆 如果你假设都没有用过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不妨可以试试看 其他像什么 Word 这个文件有点像是 Office里面有Word 然后这个是Excel 这是PowerPoint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将来呢 如果你要缴交作业的话 虽然我们有WordExcel PowerPoint可以用 但是我建议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云端应用 所以以后如果你缴交作业的话 最好一律都交云端 上面的功能给我就 比如说你要找 一个PPT 你不如就是直接在 Google上面用这个 或者说你可以传到 现在PPT做好 传上去之后 再把它转换成Google的简报 也可以啦 所以反正主要是 希望各位可以多多 利用这上面的功能 Blogger这个是 写部落格的 像我的 教学部落格 有没有 其实就是用这个来做的 所以以后呢 你希望记录一些东西的话 你不妨 可以用Blogger 为什么我用这个Blogger 其实我发现 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 这个 用他的Blogger的话 将来搜寻 被搜寻到的机会 比你用其他的 部落格平台 像匹克邦 我觉得 或者是说像其他的 会比较容易被搜寻到 我发现有这样的结果 其他还有像什么 Kip Kip这个我也蛮常用到 这个可以做什么 做一些 简单的 你要规划一些 一些 像一个笔记本 你可以把一些相关的东西 先写在这边 诸如此类的 其他还有像什么 AdSense 这里有的没的 我想请各位 再多多 有时间的话 自行 再 了解一下 这相关的功能 云端的应用 我想这个都比较简单 其他还有像什么 Google的搜寻 这个也不用讲了 只是说可能会比较有同学会问说 要怎么样可以把某些关键字 可以把它排在 最前面 比如说像我刚刚有没有搜寻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吴老师的关键字 可以排在 第1个 这是我的 还有哪里的底下 这个 没关系 这我没有教麻将 所以 虽然我还是会打麻将 但是我不教麻将 第2个不是我 第3个 这个我的 这是我的YouTube频道 OK 那我YouTube频道里面的话 基本上 目前的订阅人数 大概 差不多 3万3 里面的话 其实里面就是交一些相关的 这个 第4个 也是那个 刚刚 内佑老师的 好像 他的经营模式跟我有点像 他说 推广国粹 他也 杜绝 赌博 歪风 OK 然后呢 再来第4 第5个 这也是我的 我的教学论坛 我之前有跟各位提过啦 这个是我用 一个叫NAS的一个 机器 有没有 NAS 这个可以拿来价战 有没有 就是 类似像这种 一个小小的 一个东西 价钱 有贵有便宜 那你也可以拿来价战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我的这个匹克 这个不是我 这个是我的匹克帮 等于是我那个教学部落格的分战 也就是说呢 我把部落格文章 把它贴上之后 另外 一样也会把它 同样东西放在这边 我也懒人包 OK 然后 只是说 我 有一段时间没更新 不过还是觉得说 放这个 Blog 这个部分 好像 比较容易被搜寻到 那你会想说 为什么可以 在200多万个结果里面 特别说 200多万个结果里面 200多 我的 这个连结会排在前面 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以后如果说你希望被人家发现 被人家找到的话 那你如果在网络上面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搜寻得到你的话 那基本上 你相对的就比较没有机会 所以呢 最重要的话 我觉得还是 在创造什么 创造内容 也就是 如果你将来 你希望你的机会 比别人多的话 你现在就开始要 先产生一些内容 那这个内容当然 包括 就是什么 至少 文字 有没有 你也可以写一点东西 所以为什么 建议各位 有机会的话 可以在Google地图上面 可以分享一些东西 或者是说 部落格 等等的 甚至是将来呢 你也可以拍一些影片 YouTube的部分 不过当然 现在看起来 如果你现在 要经营YouTube 的话 感觉好像 有一点点慢 因为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 那个什么 比较优惠的部分 比如像 刚开始他没有限制说 多少可以 这个 收取这个广告金 现在大家就会 比较会有一些 限制 那我们 今天的话 大概 主要 这些功能 我就大概 先说明一下 那请各位 就是说 前两周的作业 也许 稍微 就是 按时缴交 目前看起来 只有 两个同学缴交 然后Google表单 目前的话 有24 但还有几位同学 还没缴交 所以请各位 还按时缴交 如果你希望你 作业成绩 是 比较 比较高分的话 那当然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在 再 把它完成 那今天的话 我们主要 就要来开始看 另外一个单元 我希望 再来的话 就是 跟什么有关 跟YouTube有关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来谈一下有关YouTube的 频道经营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 我会希望说 如果你自己本身 一定有Google账号 但是不见得 每个同学都有开通YouTube频道 所以如果你没有开通YouTube频道的话 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反正第1个你可以登录Google账号 第2个你再到YouTube上面 他问你说 你要不要把Google账号跟YouTube账号连结 如果要 那你又连结 接下来的话 他 上方就会出现 一个 那个人头 当然 接下来你可以 再到那个人头上方 你可以再去 新增频道 那YouTube其实还蛮妙的 一个账号不是说只能够 产生一个频道 它可以产生很多个频道 像我试过 我一个 账号 我至少 其实角度要有三枯 可是我不止三枯 因为我在YouTube上面 至少创了超过10个频道 OK 其实也只是尝试 反正 最后的话 目前主要 有 可以那个 就是累积那个广告获益的 就只有两个频道 OK 那等一下也许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两个频道到底 内容怎么去经营 然后呢 到底有什么获益 到底 有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我想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讲那个YouTube经营之前 可能要 至少要对YouTube有点了解 所以YouTube上面的话 大概我会有几个方向一定要学会的 因为我想说将来 我比较常遇到的这个相关问题是说 可能我影片都做好了 那 之后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包含就是说剪辑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呢 如果说我今天 我的 影片来源 是从YouTube下来的话 那我会有没有办法 拿YouTube上面的影片 把它当一个影片的资料库 来使用 所以第1个 如何 下载YouTube影片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曾经 下载过 YouTube 应该都有了 只是说下载的方式 还有下载的软体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你下载完之后 如何做播放 那一般其实是 可以正常播放 可是难免 会遇到一些状况 就是你可能 下载了这个影片 它会 有什么 有画面没声音 或有声音没画面 等等的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能就要 再做一个 所谓的安装 这个叫解码器 因为呢如果你要把那个影片档 比如说MP4 你要把它解开的话 那基本上 它里面就包含了 两个部分的解码器 一个是 因为它是一个 一个A 一个V 不是这个跟那个 什么那个没关系 A指的是那个 声音的部分 就Audio V的话就Video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 如果说你今天 有画面没声音的话 那可能你的Audio 你的 声音的解码器没有 或者是说相反的 如果你有 有声音没影像的话 那你可能就Video的影像的 解码器没有装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你很简单 现在有有专门 的人 帮你怎么样 帮你打包了 你只要把那个解码器整个 就是 把它安装起来就OK的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说 怎么样再把影片上传 然后最后建立一个播放清单 那其实我 最近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是 如何增加字幕 那字幕部分的话 这边有一些工具 其实蛮方便 就是你可以 可以快速的 把影片 直接让他 以前是怎么 你要一边听一边打 打那个字幕上去 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那最近的话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找到一个 还不错的免费软体 他其实 方便的地方是说 他可以把你只要提供给他一个 影片的 一个档案 他会自动帮你把影片里面的 声音 自动抓出来 然后呢 自动帮你怎么样 转换 把里面的声音 自动转换成文字 而且 甚至更厉害的是 他会自动帮你把那个 你的时间 排好 什么时间 跳出什么文字 什么时间 跳出什么文字 那这样有个好处 我就可以不需要花太多 的力气 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字幕产生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方便了 所以这个部分 待会会跟各位做说明 那在讲这个这些 这个内容之前 可能要请各位 先稍微了解一下 其实YouTube 我想大家也不陌生 其实像之前有什么 李克太太 等等的 就有点像 素人 变成 网红 素人变网红的这个相关效应 所以呢 大概 几个方向 第一个 就台湾的YouTube 前10名 今年的前10名 是哪10个呢 应该大家可以猜 应该都会认识 另外的话 订阅的排行榜 谁订阅最多 另外的话 YouTube 到底 怎么赚钱 我想这个当然 你们在YouTube上面也看了蛮多 我发现很多YouTuber也 会不吝啬 把他们的赚钱 收入来源 甚至做公布 好像始作俑者 就是叫一个什么小裕的人 有没有 他甚至把他的 他的 那个收入 账单 全部都公开出来 那个金额实在是非常下人 我记得好像他 曾经公布 他好像 算了几百万 的那个 但他的收入主要来源 并不是说只是广告 还有很多是业配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等于是说 他其实前提是说 一个新的机会 也就是说新的革新 那你会发现 YouTube 他其实最大 是把那个 目前这样 电视媒体 其实就排挤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 以前 前一代的人 很经常的就看第四台 但你会发现 现在没第四台 好像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OK 所以呢 请各位先试着把 刚刚我讲的部分 就是 一些云端的功能 稍要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YouTube的相关 功能部分 画面 先还给各位 好